南投的垃圾問題難解 目前全縣市堆積垃圾有二十三萬噸 而今年底鳥嘴潭要啟用供水 環保署也發文給宜蘭等縣市 希望可以協助南投去化 南投縣環保局表示 目前是有六個縣市 以互惠方式來協助 從三月外運垃圾提升到每天兩百噸 年處理目標是八萬噸 要盡力解決垃圾問題 大型機具持續將垃圾不斷往上堆 希望可以騰出更多的空間 南投垃圾問題難解 而草屯垃圾山還在持續漲高中 為了解決這個棘手問題 環保署發文給宜蘭縣府 希望協助南投縣府來去化 但宜蘭縣府表示有困難 沒有焚化爐的南投縣 垃圾問題日益嚴重 縣府統計 全縣目前堆製了二十三萬噸的垃圾 光是草屯就占了九萬噸 而每天南投縣所生產的垃圾量 還是多達兩百五十噸 原先台中市每年協助處理的九萬噸 因為縣市合併後逐年遞檢 到現在每年只協助處理三百噸的金紙 南投草屯的垃圾山越來越高 但一旁的鳥嘴潭人工湖就要啟動供水 為了避免影響水質和景觀 環保署除了發文給宜蘭縣 也積極溝通其他六個縣市 希望儘快協助去化 但要根本解決南投的垃圾問題 還是要有自己的處理設備 南投縣環保局表示 從三月起以致應處理費用和回運爐渣等方式 有六個縣市願意協助處理 每天的外運量也提升到兩百噸 至於草屯的垃圾山 希望透過現場篩選分類以及外運處理 希望年底能夠完成垃圾移除 記者林健身 王龍濤 林靖倫 南投 宜蘭報導 至今 王龍濤 林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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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靠